F-16V战机 飞行员进行高难度侧飞倒飞 并实施对地扎射攻击 发射飞弹精准命中导教目标 罕见画面首度在总统蔡英文IG曝光 第一个意义还没有战争战 第二个意义皇太阵径战 第三个意义国防战略 全球首支F-16V连队成军 蔡英文亲自到场教育 为空军写下历史新页 但性能提高价格高昂 外界担忧打造超级F-16机队 致近花费4300多亿 未来恐怕还得再加码 飞行人员同样面临考验 从F-16AB提升到F-16V 在人员的换装上 它是经济实惠 在我们的零件备料上 也有雷同的地方 这个也比较属于 比较经济有效的一个做法 因应中共扩张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报告指出 中共已有或接近攻台的能力 建议加强台湾向美国军购的能力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也提出台湾贺族法 寻求每年授权20亿美元 来强化台湾抵御中共的军事威胁 所以如果美方这个法案通过 那台湾成为可以成为第一个 他们直接军事援助的国家 那对我们的国防预算的负担会减轻不少 毕竟没有廉价的国防 面对中共武力扩张 投入大量军事预算 台湾也积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让中共不具有犯台的机会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姐 王冠林 郑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